除歇夜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饱含着家人对团圆的期盼 在中国各地对于吃年夜饭 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应节食品 而今年很多就地过年不能回家团圆的人 也吃了一顿特别的年夜饭 巴巴肉又叫香碗 是川南地区传统节日的一道美食 新春佳节 餐桌上摆上一碗香味四溢的巴巴肉 才有了年味 巴巴肉更是四川卢州人年夜饭桌上 必不可少的美食 今年除夕的年夜饭 对于一家四代都以捕鱼为生的 四阳县渔民王俊山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洪泽湖江苏省管水域 停止捕捞作业后 王俊山一家从水上飘到岸上住 吃的第一顿年夜饭 但是不管吃年夜饭的地点在哪 鱼家年夜饭少不了的菜品就是鱼 福州滨海新城综合医院建设施工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 今年他们都留在了工地过年 因为疫情防控 年夜饭分散在不同房间 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们 每个人都做了一道家乡菜 大家轮流品尝 来自天南海北的风味 汇聚成浓浓的幸福滋味 在这里能够吃到家乡的菜 也能评到家乡的味道 我心里也是今年真的是暖暖的 大年三十这天浙江云河县城一家快餐店 就给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送上免费的爱新年夜饭 这也是这家快餐店连续第十年 给环卫工人送爱新 今天给他们做了一些什么菜 红烧大排 虾米 莴笋肉片 是三个荤的 两个素的 然后加一个汤 我现在就把它们送过去了 对于广东惠州市民张采勤一家人来说 年夜饭的饭桌上 自然少不了拥有好兆头的传统客家酿豆腐 豆腐就是头腹的技术 好兆头的豆腐 那个葛家话就像头腹 知道吗 他干嘛叫头腹的 用头腹 好兆头的 希望来年首先富裕 首先头腹 不过一家人入座后并没有马上就餐 而是打开了家庭群视频 原来张采勤的丈夫因为工作 还在大亚湾值班 在老家的爷爷奶奶 今年也没能聚在一块 大家伙决定通过云上聚的方式 共度除夕 爷爷奶奶爸爸新年好啊 新年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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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